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拒绝黑箱会议 公平公开审议 这个真的花了46亿只能节省2.8分钟 0.84公里的这种道路啊 真的没有必要不要浪费公堂 我们是废除R1行动联盟 那我们今天来这里召开记者会 是因为等一下呢在内政部里面 他们即将要召开第二次的土地征收审议小组 R1的专案小组的第二次的审查 为什么一个人在内政部要审议土地征收的一个会议 居然没有用书面公文去通知被征收户到场 反而呢以一个内部会议的名义 而且呢这个内部会议 还是只有土地征收审议小组的那些委员以及市政府 新竹市政府派出来的官员一起来开这样子的一个会呢 我认为这样子的一个会根本就是黑箱会议 我们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小组的审查作业绝对是公开公正 所以我们在上个月10月20号 特别还到香山去做一个实体参查 而且听取民众的陈述意见 那当天的话其实有十多位的民众来陈述意见 那我们今天的会议主要是针对于上次民众所表示的一些问题 我们请市政府来向各位委员再做一个说明 那有关于刚刚联盟有提到说 希望今天来立会来陈述意见的部分 这个部分我们也同意 因为我们有邀请 现在也邀请我们的成员 还有温女士陈仙 等一下可以到会上里面 把心里面所想的话 可以完全陈述给委员这边知道 以上谢谢 那如果以后有相关的会议的时候 我们也来通知陈仙 还有温女士这边来做一个到场陈述的部分 我认为内政部土地征收审议小组 他们应该要秉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 对于这些土地征收案件 绝对不能去阻挡被征收户 以及其他的公民团体进到这个开会的现场 同时也必须要在一个礼拜之前 就把开会通知 以公文以书面的方式 送到被征收户的家里面 我的土地被征收了这次第八次 我希望政府没有必要的 没有正当性的建设 不要再做了 放过我们吧 我们剩下这唯一要生活的 我们唯一的生命的田 能所下留情 我们那边就没有车子 有路没有车子 很少车子在走 为什么他一定要开我的土地 要把我的土地征收掉 大家想想看 你们年轻人 以后吃饭要吃什么 所有的田地都拿来开马路 建工厂 拿来开 盖房子 有跟种 只有陈文贤在路头的时候 他想要把这一块 用来种水稻或其他地方 然后温泉 像阿嬷他在这个入围的时候 他有在种菜 还有种一些给他们自己吃 然后这所谓真正的农户 就只有这两户而已 当然建设可以发展竞技 但是有没有必要 后面的因素真的是会交通吗 我们真的心里打一个大问号 大家都知道 我们在那个三个部条 R1道路为谁开 抢贼农地 杀农民 独立财团 人人知 所有人都知道 现在车子流量很少了 因为R1道路这条要开 跟那个东乡路是很近 那走路也不用十分钟 就到那个东乡路了 为什么他东乡路开好 他不去开 岩培那条岩培街 天天在塞车的地方 要开的他不开 他们认为说 为什么要开这条道路是否这里 因为这里是山高 山高要上的地方 那对曹山里 或是对所谓香山 香山其实有两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一个是他前面往过来 这边是圆培大学 就是进来这边 这边是圆培大学的地方 然后出去是圆培街 然后往牛浦路那边 是一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第二个比较热闹的地区 就是这条路头 往前面的地方 这个是香山火车站的地方 然后他们通常会 走到这个高速公路是 从这边 绕过来这边 或者是他们圆培山上的时候 他就从这边景观大道绕过来这边 所以他们已经有道路了 他们已经有道路了 他们 他们为什么要故意开这条路过来 地方的交通根本都还是 交通运输还是很很顺畅的 只是某一个点某一个时间 像清明节 短短几天会塞车而已 还有在这个R1道路之前 有这个香山丘陵计划 跟潮山渡树计划 里面都有详载的 其他主要的道路 还有周边道路 总共有65条 这个65条来改善 只要花45.5亿 65条只要花45.5亿 为什么他不去做 偏偏要做 只一条黄金打造的 46亿的 这种道路 我们也要重申 我们认为这条R1道路 它根本没有公益性 没有必要性 它纯粹是为了要服务财团 土地建商所开辟的 这样子一条道路 在市政府自己 回复给陈情仁 温瑞湘的意义的公文里面 就直接提到说 他认为这条道路的开辟 是为了要提升沿线的开发效益 而有哪些的开发效益呢 我们认为主要有两种 第一种是建商的利益 第二种是许明才前几天 跟马英九很高兴的宣布 两岸终于可以直航了 我们认为说 这一个道路的开辟 从西滨一路到 捷东景观大道 分明就是要为了要服务 许明才画出的那一块 路客的商机 路客未来来台湾的那个大饼 所以第一个是中断的利益 其实他有非常多周边的建案 至少有十个建案 目前都要在R1的沿线去开辟 我们其他周边的道路上 都可以看到有非常多的 建设公司的牌子 像其中有一个倡议鲜股 他80平到200平 就要价2000万 而这些建设公司都非常开心的 在他们的广告传单上面 标榜着R1 所以我们认为第一种利益 是整个建商 未来要在这边 大肆的开发山坡地的利益 那第二种利益呢 就是许明才宣布 两岸直航之后 未来会有大量的路客 假设如果有大量的路客 许明才就打算说 要让他们可以直接用游览车 直接就从西滨快速道路 一路可以到R1道路 在香山湿地那边的起点 未来可以直接上到青青草原 而青青草原 他们未来是要直接去做这个 国际健康园区 打算要跟圆培医式科技大学合作 来做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 在至今区架构底下的 一个医疗商品化的一种做法 所以未来要发展医疗观光产业 而这些东西 许明才在过去的四年之间 他不断的体力 比如说要把动物园 要把棒球场 都牵到青青草原上面 然后这些东西 还有像是生态的一个地景 那这些东西全部 在他四年的政界里面 都没有任何的实现 全部都跳票了 而他现在 还是仍然在画一些大饼 而为了这些大饼的名义 他们就要去开辟一条 又一条的道路 我认为这根本就是许明才 完全在呼咚我们 完全就在呼咚香山市民 他们从来没有在为香山市民 量身去打造未来 他们到底产业要如何升级 他们目前受到污染的农业 以及工业的这种种的状况 那可以如何的去改善 新竹市政府 他们所提供的 就是不断 比如说包括他们现在提一些新的数据 像是可以节省什么 十分钟的车程 四公里以上 路程这些数据 那这些数据的来源 因为我们都不知道 这些数据的来源是什么 而内政部或是新竹市政府 他们也不会去提供 这样子他们新成交的会议资料给我们 那是不是可以请内政部这边秉公处理 就是一切的正方提供的 这个支持 阿万方他们提供的会议资料 那也可以直接提供给我们一份 这样我们才有机会 能够在一个对等的平台上面 在对等的资讯 都能够互相流通的情况下面 然后来做一个对等的协商 有关于 刚刚所希望取得资料的话 其实在等一下会议上面 就会请市府来做一个说明 那如果还有需要其他补充的部分 我们可以依程序的时间来提供 来处理 那我们等一下 沛除阿万行动联盟代表会配通 两位被征收户 以及我们这边也会有律师 然后来跟我们一起去进到 开会的现场